9月的京都 是一個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個旅程 跟著教我寫生的楊志偉老師 與他的學生們來一趟日本的寫生之旅 哇 人超多的 但是9月所以都是一堆學生 非常多的遊客 第一站先走到清水寺 然後我們先參觀一下寺廟 再去尋找寫生的地點 現在在京都 很高興就是跟志偉老師來寫生天寺夜 然後昨天去了奈良 他現在是在京都 然後準備要去清水寺 希望可以好好的花到一張日本不錯的風景 好 那我待會要繼續往上走 上次來京都的時候是12年前 那個時候居然沒有進去清水寺 這次終於可以進去參觀了 哇 到了 這就是清水寺舞台 12年前我也來過京都 但是沒有來清水寺 今天是第一次進來 因為裡面其實也不能畫畫寫生 所以一定要去別的地方 這邊日本的寺廟都管得很嚴格 看到著名的清水寺舞台 原來好像沒有想像中 來得這麼的大 沒預料正要開始畫的時候 就開始下大雨了 只好邊找景邊躲雨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畫的地方 外面在下雨 所以先坐在這個良景室下 嘴巴滿足了之後 再繼續找畫畫的地方 可是雨還是一直下啊 這邊好漂亮 要錄下去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可以畫畫的地方 繼續走又回到了入口人王門的這個地方 在旁邊的一個馬柱的屋簷之下 看到了老師與大家們在這邊寫生 已經畫了一個階段一個時間了 終於找到一個好地方可以躲雨 然後又可以好好專注畫畫的地方 因為是下雨天濕氣比較重 所以水分要控制一下 不可以用太多 所以我也只是在第一層的時候 上了一個薄薄的水 然後再來第二步 就是開始上農彩 我是使用不透明的水彩飲料 先把人王門的這個紅色 給大家鋪成上去 真的很幸運 可以畫到這麼棒的一個角度 把清水式人王門的氣勢 跟透視的感覺都呈現出來 加上前景的一些樹葉 讓畫面又活潑生動起來 再加上一些點景的人物啊 還有一些遊客 讓畫面的視覺更豐富 底色的顏色上的差不多之後 就開始來上深色跟重色 譬如說樹木的深色 還有一些房子 跟一些這個背光的暗面 雖然實景的細節還有層次蠻多的 但我剛開始還是先用一個大面積的塊面先去鋪成 最後再用不透明的方式去覆蓋 加入一些細節跟亮面的部分 好完成 因為裡面沒辦法畫 所以我們就到這個門口 我就到這個門口 然後剛好這邊這個角落不會影響這個動線 然後就畫這一個建築 這個紅色跟前面的綠色 這還蠻好看的 對 畫完去走走二年版三年版 下雨也是另外一種風情 哦 從清水是走到鴨川了 我走了好久 然後今天都在下雨 所以真的是又濕又疲累 但是剛好很難 在京都很難找到畫畫的地方 因為都是小路跟是觀光客 所以到鴨川這邊剛好有這個橋增下面 然後應該覺得可以這邊躲雨 然後景色又蠻不錯的 所以來這邊畫一張好了 哇 剛剛真的是走得好久 走得非常久的路 哇 我的包包都濕了 但是京都真的 這些小路跟建築帶 古蹟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又想逛又想畫 真的是 有點兩難啊 那因為剛好時間還夠 所以趕快可以畫一張鴨川 我覺得做一個紀念也好 鴨川 開畫 經過大雨的洗禮之後 看到鴨川這個美麗的景色 瞬間又蘇醒了過來 在這邊獨自一人 看著鴨川療癒的景色 真的是非常享受 雨天天氣很灰 沒有什麼光線 所以在第一層的時候 就先鋪了一個灰色調 這張要觀察到鴨川對岸房子的一些層次 有淺有深 過程中有用加的 有用洗的 也有用刮的 把細節的地方給刮亮 好勒 完成了 哇 天空放晴了 走過來的時候下大雨 然後後來的時候也是一直下大雨 好 剛好這個橋在下面 所以畫了這個 也是蠻 可以躲雨 然後角度又非常好 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也絕對不會有人趕你 好 那接下來就要趕路 去一下奇緣小道 然後大家去看一下 那天氣放晴了 大家都出來走走 剛剛這邊 鴨川旁邊都沒人 現在人都出來了 走到充滿風情的奇緣小道 再走到八板神社 今天一日的京都寫生之旅 就這樣結束囉 京都下次見 掰掰 掰掰